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大家好 我是蔡振元 大家好 我是賴岳謙 大家好 我是波振亮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要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要100集囉 为了回饋頻道忠實粉絲 凡是加入五二言論自由捍衛者 以及五二新聞沒有你不行的會員 就可以獲得製作單位準備的精美小禮物 再一次的感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謝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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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你們 我們才能持續成長與進步 未來我們將帶來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 和你們一起邁向下一個100集 各位大大拼拼你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大大是我們的阿良大師 阿良大師你好 大平安 好的大家都非常關心發生在黎巴嫩真主黨的 呼叫機爆炸事件到底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不過除了呼叫機之外現在也有對講機 連續兩天的爆炸案居然造成了37個人死亡 那整個事情會不會讓這個以色列跟這個中東地區的戰局出現新的變化 沒有因為黎巴嫩 因為這個是黎巴嫩真主黨採購的啦 所以 一定有相當多的真主黨的成員使用 那基本上都受傷 非死即傷慢 我今天早上看好像已經有17個人死亡 那3000多人受傷 對講機已經37個嘛 就是 喔37 呼叫 我是講BB Call 對喔呼叫機 對還有對講機 對講機死比較多 對對講機比較大嘛 對對對 那 這個會使得他們 在短期間 聯繫的方式出現困難 會心生恐懼 不是因為你現在沒有聯繫的工具啊 不是有的話你也不敢不知道能不能用 你不敢用 對 所以包括手機他也不敢用 因為手機 手機更容易被滲透啊 那因為 他們可能還沒有接上華為這樣 不管怎樣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說那個 只管通勤 有困難你怎麼動員 做攻擊 眼睛 耳朵都被 對對所以等於是短期內 要回擊不容易啦 那當然你可以用比較遠程的炸彈那個 導彈 那另外就是 他可能也在算計 就說他如果打 那 以色列搞不好就樂見你來打 那剛好又把美國給拖進來 這個也有謀略上的計算 所以是不是要用打來做 就是說全面攻擊啦 或更大規模的攻擊來做 回應的策略 這可能也有人在想 因為以色列這個動作 在國際上是沒有人能夠接受的啦 事實上連那個 紐約時報 這猶太人的報紙 他第一時間 他第一時間就直接指控就以色列幹的 以色列也沒否認啊 可是他沒有承認啊 那 紐約時報講得那麼直接 這個我也蠻罕見的 而且紐約時報真的厲害 他第一個找到三個 情報官啊 那分析的 我覺得大概 第一天登的文章裡面 分析的最有條理 還有挖出內幕的就是紐約時報 這蠻厲害的 那 他那個時候就指說 這個在歐洲可能有三個點 那目前 那個保加利亞那個又曝光了嘛 對不對 匈牙利是一個 保加利亞是一個 可是匈牙利政府發言人也出來否認 說不是在他們那邊製造 那現在就有點詭異了 就說台灣也否認製造 匈牙利也否認製造 那這個 這也不是 簡單的東西啊 大概有製造至少這一批 有將近4000台 這總要有地方製造啊 日本那個也是一樣 不過日本那個比較明顯是 被人家 偽裝貼牌啦 防茂品 因為日本那個產品 10年前就停產 那只是 他的品牌 有名嘛 所以人家就貼你的牌 可是日本公司早就停產 所以日本那個比較明顯是貼牌 可是金哈波羅這一個 他這個產品並不是舊品喔 現在之前網路上都還在賣 對 所以 我覺得台灣的檢調介入也是對的 因為我們知道事情是相當嚴重 其實這個事情 賴清德是應該召開國安會議啦 比如說 我們經濟部 財政部第一時間都介入調查 那 這個基本上 財政部就確定 沒有出口的數據 那經濟部 一開始還搞錯 他以為是出口之後被 拆開 裝進去 就二次加工 對對對可是後來人家跟他講說這個不可能二次加工 他是用 超聲波封裝 你打開大概就 就壞了 一定看得出來啦 所以一定是一體成型的啦 所以如果是從台灣出去那就是你幹的啊 所以後來他就 去查 那廠商就出來講嘛 說他絕對沒有做這一批 那經濟部才開始 知道不是這樣 那 孤立雄也 因為他是前國安會秘書長 所以他也必須要做發言 他就說 據他了解台灣跟以色列的情報單位 從未有過合作 就是 所以 因為已經有人在那邊亂貼啦 說 是不是美國啊跟以色列 的軍情單位來跟台灣做合作 那台灣一定要 用力的 澄清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大家也不要低估這個阿拉伯世界 還有包括伊朗 因為伊朗駐黎巴嫩大使當場眼睛被 炸掉一個 眼睛啊 那 他們都非常的憤怒 那就對於那個 因為你知道很多供應鏈都在亞洲嘛 這個問題上就凸顯出 所謂的供應鏈安全的問題 所以 阿拉伯世界跟伊朗當然會非常恐慌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 要確保找到 完全安全的供應鏈 那他覺得 那伊朗當然就會這樣想 我已經看到伊朗 的英文媒體已經這樣在講了 說他們不要找背後有美國力量的 公司啦 就是跟美國同盟的國家這些公司 可能都很危險 所以 很可能中國就會獲利啦 他們事實上已經有人在中國找貨 因為中國跟美國不好嘛 那從 中國完全製造 然後再從中國大陸直接出口到伊朗 這個變成是他們比較放心的供應鏈 那這個 這個台灣 台灣在這裡就必須要做很徹底的解釋 不然 你 被連累的商品 這個 傳扶機只是小咖 你還有更大的其他東西 而且 我昨天看這個 相關的媒體喔 事實上 只要有裝電池都可以炸 李電池 對 所以已經看到摩托車也炸 汽車也炸 然後 你如果真的要做是做得到 日本那個對講機也炸 那黎巴嫩他們普遍把這個理解為 摩薩德的最後手段 就摩薩德大家都認為他有最後一招 那最後一招真的只有這一些嗎 他會不會早就滲透 各式各樣的 電子用品 散在 黎巴嫩乃至阿拉伯境內 那只是沒有 引爆 沒有引爆而已 這個城市碼還沒有出去 對 不同的這個載具上面可能有不同的城市碼設定 因為摩薩德如果可以對黎巴嫩這樣看 那對伊朗或其他 阿拉伯世界 不會這樣看嗎 這個非常可怕他對誰都有可能這麼幹 對然後 這個已經完全 已經沒有底線了 說道德沒有底線 因為這個是無區別的 不特定目標的 導致大規模的死傷嘛 而且 大部分都是平民 所以這個已經是國家恐怖主義了 所以這個 全世界都不能接受 所以 你現在只要沾上了你都倒大美 就會變成這樣 不過以台灣跟日本這次因為兩個比較主要的這個爆炸的載具 突擊跟這個對講機 日本這邊的這個說明因為他是10年前就停產的這個產品 那可能是山寨可能是有人之前 採購囤機之後改裝 這可能都有各種可能 都有可能 看來日本這家公司洗清他的這一個 幫這個摩薩德製造對講機的 這個可能性 大家覺得 我因為他停產 這產品已經沒有 因為他國內停產 台灣就比較難講 比較麻煩 而且 他還說這個有合法授權 被貼牌之後每賣一台機器 可以拿15塊美金 對 這有交易行為 這個東西坦白說我也在 商權教過書 跨國公司管理 還有行銷 我們沒有看過這麼鬆 鬆弛的 這根本就是鬆垮的授權 你對設計跟製造都不介入 那你怎麼知道他做出什麼東西 我難以想像 所以我跟你講這家公司是有責任的 你說 我只有一個 廣泛的授權 那我只抽佣 那一台機器收15塊美金 然後他怎麼設計怎麼製造 你都不管了 那成品的 品質管控你也不管 不查驗 怎麼可能這樣搞 你去看蘋果吧 蘋果在印度在中國製造對不對 那 不過當然是因為設計跟製造 就是蘋果都是 一條龍的啦 他三不五時就到 你連那個勞工宿舍他都檢查 就是說蘋果如果我們把它理解為 最嚴格的 介入管理 跨國公司 那這家公司已經鬆到 有這種這麼鬆散的公司嗎 這家公司就在一個 樓房裡面然後裡面十幾家公司 都是紙上公司啊 就我們講的皮包公司啦 裡面他的 生產鏈在哪裡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工廠在哪裡 不知道啊 只授權給一家空殼公司 我跟你講啦 當然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他就是純粹接單 那他在哪邊代工 他不告訴你 這個事實上太陽能產品就是這樣 太陽能產品 因為那一陣子我們台灣禁止大陸的太陽能產品進口 那因為我是財政委員會啊 海關是 是我們管的嘛 那就有一大堆人啊我們這邊求助啊 說他從東南亞進口的太陽能產品 被海關扣押 指控他們是大陸產品 那我就問他們啊說欸 那你們跟 東南亞的廠商買的時候沒有去查廠啊 他說他們就真的沒有去查 他就只有 訂單嘛 那結果那個東南亞那個公司 就拿大陸產品來篩貨啊 他就被檢舉嘛 我們 台灣在海關就曾經查過很多種Case 就東南亞就有一大堆 也是所謂的皮包公司啊 然後他就接訂單 然後從大陸進貨 然後轉給你 那我們這邊的進口商 也不一定有去查廠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可能他也是洗產地他在那裡貼一個別的廠商 的牌子就好了 不實際上他是繞進馬來西亞進來啊 對 實際上是這樣 那是被澳門檢舉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 生態關係啦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 你金阿波羅 就準備領這個 每一支的授權金 那你都不去查 你的產品如何被代工製造 那到底賣到哪裡 他可能對那個終端 賣到哪裡他都不管 他只管跟那個匈牙利公司拿錢 他連怎麼生產出來他都不管 對 還管賣到哪裡 對對對 那 匈牙利這家公司 據了解那個老闆是奧地利人 那 因為坦白說啦 猶太人喔 在全歐洲混血嘛 所以很多人搞不好只有四分之一的血緣 那實際上他認同他自己是猶太人 這種例子非常的多 這個為什麼摩薩德 會變成世界上有名的 情治單位 因為他是國際化 他常常在 辦案 他常常會從各國 他的agent 那就從不同國家飛到 那個地點 然後辦完案就 回到個別國家 所以你根本不會感受到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海外 海外單位啦 那 基本上現在有人就懷疑啊就是 以色列不管是摩薩德或者是8200部隊 那他們的海外單位 就是至少遍佈歐洲嘛 那他就選擇 可能在執行上比較鬆垮的 一些地區啦 比如說你在德國 奧地利 可能容易被抓嘛 他就設在匈牙利 保加利亞 那這個就是 可能法律執行上比較鬆的 那他就在那邊 反正他的產品也不用做多啊 那因為 像這個傳呼機他的製造門檻也沒那麼高啦 紐約時報就查出 這個匈牙利這家公司從2022年就開始出貨 那他出的貨都是正常的 就是真的假的混在一起你才會 一開始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他必須要讓對方習慣 相信哈 對對對 所以摩薩德真的是蠻可怕的 他布一條線可以布那麼久 那到了兩年了 那就突然 出手這樣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啊 對啦那裡 我當然啦就道德層面就 戰爭的方法這是非常 非常下座的方法啦 所以全世界現在對這件事情會 都想起警鈴 比如說像這些 飛機上面 能不能用呼叫器 能不能用對講機開始 飛這個區域國家的 你有看到現場影片嗎 我說你有看到 黎班人的現場影片嗎 我有看到啦 應該蠻殘忍的 有一個人在買水果 因為傳呼機你都會掛在腰上嘛 他在買水果 就突然 爆炸一聲 他周邊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個人就倒在地上 肚子都被炸破了 一個洞 然後就整個 都流出來了 就是這種情況 然後還有紐約時報 我覺得紐約時報 也感到非常憤怒啊 因為他登的照片是 黎班人南部有一個小女生 的葬禮 那個小女生叫Fatima 9歲了 然後他就是 家裡面那個 就Beeper響了嘛 然後他就拿去給爸爸 他就拿給爸爸的時候就剛好炸掉 因為他剛好就是 5到10秒才會爆炸 那我 我昨天也直播 那有一個專家網友 進來跟我解釋 他說這個就是PETN 大概是 粉狀然後就可以 他不知道用什麼東西把它黏著在電池上 那 他迅速升溫了 那升溫到那個Beeper 他升溫到不知道幾度 他就炸了 而且 發熱就會炸 要發熱 這個是高技術 就你要掌握到 他不會立刻炸 他有一段時間 有的是10秒 那 那 這個小女生拿了那個床呼機 就是他拿到爸爸面前剛好炸開 小女生當場就死了 那 就是 他大概用1到2克的 PETN這種東西 他是比消化甘油要 穩定的爆裂 爆裂化學物 那 他 反正他就是 一定要是電池啦 那就會熱 他就會迅速升溫 他就是會迅速升溫 所以並不是說你的電池幾度他幾度不是 他迅速升溫 那他還 很詭詐 會出現一行 阿拉伯文 那個那一行阿拉伯文就是真主黨的指令 他是因為有人下了這個指令 就 逼逼 想的時候是因為下了那個指令所以想 那個指令才會炸 對 所以是 遙控引爆 那他的遙控引爆 就同時針對 幾千隻一起炸 我是聽到一個說法啦 說 黎巴嫩已經得到一些情報 說他新採購的這一批 傳呼機可能有問題 那摩薩德就是很厲害 也得到這個消息 所以立即出手 因為他擔心 整個被清除 那既然出手 就全面出手 所以才一次引爆 所以對講機也幹 就是這樣 我聽到的說法是這樣 所以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連續兩天 而且全部引爆 全部引爆 不過這件事情就是造成大家這個蠻大的震撼 那這個算是一種 科技戰爭 這當然算 對不對這真的是科技戰 這個不叫科技戰 這個叫科技恐怖戰 科技恐攻 當然是啊 事實上本來就有人在研究這個啊 是要駭克攻擊 就是一種科技恐攻啊 可至少這個沒傷人命啊 你錯啦 你把駭克看的太簡單啦 請問你有看那個 那個 布魯斯威利演的那個 第四集吧 你沒有看嗎 他就是用駭克攻擊 然後 把 天然氣 的輸入方向導向電廠 不知道電廠還是什麼廠 然後讓你工廠發生爆炸 駭克是可以造成具體影響的啊 所以 他如果能夠侵入如果你的工廠 整個都已經 用 可以用網路來 引導運作啊 那駭克當然是可以介入啊 可以讓 你天然氣啦 電廠啊 還有什麼什麼 館長引爆什麼就可以引爆你 你就可以把它拉過來然後 亮兩個混合在一起 就發生一些作用 那或者 我突然之間 讓你的地鐵 停死啊 很多方法啦 都會造成大量傷亡啦 所以科技恐怖主義早就有人在研究了 只是沒有人想過這個 實際上論文有啦我今天早上 就有一個朋友寄給我一個 大陸的警察單位做的研究報告 這個警察單位啦 就是 這個 床呼吸遙控爆炸裝置的研究 所以真的已經有人研究了 有 我這邊論文是重慶 公安刑警總隊的研究 所以本來就有人在研究這種東西啦 所以就是 就是 所以就是這樣啦就是 可是沒有人想到你把這個東西弄在一般老百姓身上啦 你如果說是鎮定特地人 那摩薩德以前暗殺過很多人嘛 那 只有那個當事國他本來就跟你不好嘛 比如說伊朗的核子科學家 也被暗殺 蘇萊曼寧也被暗殺 或者是最近這個 這個在德黑蘭被暗殺這位對不對 這個都是針對特定的軍事或政治領導人 這就我們講的政治暗殺嘛 你這個不是 你是無區別 不分特定對象 他可能覺得所有的真主黨就跟他講 所有的哈馬斯 所有的真主黨 那我坦白講你這個叫暗殺嘛 因為你明明知道 這個床呼吸不可能只賣給 真主黨員嘛 因為真主黨是進口一批 4000隻 他怎麼可能不給外面的老百姓 難道你認為持有的都是黨員嗎 而且 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計劃 是蠻可怕的 可是 恐怖主義不會這樣 不是恐怖主義啦 暗殺不會這樣搞啦 暗殺都是非常精準的 對象 這樣才叫暗殺嘛 那你這個明知道你不夠精準 你還要硬幹 那你就是恐怖主義 所以這真的是已經非常接近恐怖主義 我事實上就是了 不過這件事情當然對台灣來講 比較震撼的是這個 呼叫機上面這個MIT的這個貼牌 那有人 把新聞找出來說今年4月份的時候 以色列有一個訪問團到台灣來 那這個BAC這家公司 也是4月份在台灣成立的 就是這個 台灣的代表處 對 這會不會被勾擊出有相關的 觀點性 所以調查局要介入嘛 這個 因為這個是 紐約時報寫的嘛 表示 紐約時報對這件事情相當憤怒 我坦白說啦 以色列你等於把自己的道德形象全部摧毀了啦 就你既然可以這樣發動戰爭嘛 那你這個 你就要接受未來可能碰到的代價 因為別人也會這樣對你 就是不擇手段 就是以後搞不好你就會碰到一些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戰爭方式啦 比如說在你的水源下毒啦 亂七八糟你知道吧 就有一些戰爭 大家都覺得不該這樣搞啦 比如說 二戰的時候 日本不是在雲南給你丟細菌戰嗎 或者搞那個731部隊 這個就是完全不可接受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既然跨過這條 紅線 那你未來就恐怕要接受 阿拉伯人可能對你的恐攻了啦 就是 那個就是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是越界太離譜了啦 所以我是覺得 國際的輿論都不能接受 不會有人這個時候還站在以色列那邊啊 完全沒有 這讓以色列也不敢承認 以色列到現在沒有承認喔 那紐約時報非常生氣 直接指說就以色列幹了 以色列也不敢否認 對他也不敢否認啊 重點是他也不敢否認 對啊 問題就是這樣嘛 表示絕對是真的嘛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我這個就是你自己找的啦 因為你明明就佔優勢嘛 那這個是發生在納坦雅胡講了一段話之後 他說 我們以色列北方跟黎巴嫩接壤地區喔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 撤除居民嘛 那 居民不敢回去嘛 然後 納坦雅胡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要製造一個情境 讓黎巴嫩不敢攻擊 那這件事就發生了 斷他所有的指管通訊 不啊不只啊就是 我隨時可以殺你啊 就是這種 感覺嘛 說我以色列人要回來了 這個以色列北方那些人要回來了 那 你不要亂來喔 我隨時可以殺你啊 不就這意思嗎 就那坦雅胡講完這個話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所以應該 有因果關係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當然是啊 不過現在五角大廈比較擔心的是說以色列會 在這個之後 發生這樣子的一個恐攻爆炸之後 還去發 對 因為這個叫趁勝攻擊 對方指管通勤一片混亂 難以動員有組織的作戰 那以色列這個時候去打黎巴嫩 一定可以瞬間成功 就直接打到貝魯特啊 這個真的是有 可能性非常之高啦 以色列真的敢這麼做嗎 不知道嘛 不然納坦雅胡就跟著幹了這個事了 你認為這個事情納坦雅胡我也不知道嗎 不可能吧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你碰到了狂人喔 就是說他認為 我本來就是要 讓戰爭繼續延續 不然 加薩贏打完啊我可能要下台啊 所以我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只個人利益啦還有他的國族的利益 他一直在想嘛 就是說 我乾脆一鼓作氣 不只把哈馬斯給滅了 也順便把真主黨給滅了 他真的這樣想 所以 這個搞不好就是他要 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前奏 這個如果完全就戰爭角度看 是非常凶狠 就是你讓對方 只管通勤失去作用 那你就趁機打進去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的精銳程度 海空 空軍 導彈等等 我認為是 大概幾天內就 就結束了啦 那可是這個不會真的結束嘛 因為真主黨會釋散嘛 就跟哈馬斯一樣 對嘛 他就到各地去 然後 又重整 而且越漲越多了 當然是這樣 而且 伊朗就會從 從中國拿到安全的 船戶機啊 然後大家又重新裝備啊 到時候又開始打 不就這樣嗎 我認為 浪坦雅吾 真的有可能這樣想 因為 黎巴南真主黨是美國公認的恐怖組織 這個歷史比哈馬斯還要久 那美國本來就想消滅他 所以他就覺得 美國沒有選擇餘地啦 應該會支持他 這麼樣子 殲滅真主黨 不是 是造成既定事實之後 你非支持我不可 是讓美國不會樂見他現在打 因為現在國際輿論一定不會站在你這邊嘛 那賀吉利剛好不用選 如果這個時候以色列真的打的話 那美國才真的是 哇那賀吉利會很累喔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 搞不好就變成納坦雅吾助選 川普的怪招啊 對之前就是說有兩個人很有可能是 川普最後的王牌 一個就 納坦雅吾一個是 普京嘛 因為兩個人都支持川普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 就是納坦雅吾如果吃定你 我就先幹 那逼你追認 這個 很多政治狂人都會這樣幹的啦 以前希特勒 不是就直接 那個到那個 蘇德蘭區 這個蘇德騰 就捷克啊 在那邊都是德國裔嘛 那就直接出兵啦 你捷克承不承認 結果英國法國不是去簽 慕尼黑 說啊承認了 都已經打完了 是啊已經佔領啊 這個叫既定事實嘛 那就逼國際強權承認嘛 那英國法國不是簽了 慕尼黑條約 慕尼黑 開了慕尼黑會議嘛 然後他就接受了 那 希特勒 隔壁幾天就把捷克吃掉啦 不是嗎 就國際政治常常會有這種事 就是 他算計 這個時候 大概是消滅他最好的時機啊 變成這樣 那我就不關你賀錦麗啦 不關你賀錦麗 川普當選對我更有利啊 所以他可能 故意 要這樣子 就是幫川普一把 不過這件事情呢 對於全世界的這一個3C產業的供應鏈 技術上面的安全 的這些疑慮 會發生什麼樣子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很可能就會按照 地緣政治的圈喔 開始切分 分兩大圈啊 不只兩大圈 因為俄羅斯的圈跟中國不一定一樣 現在越來越近了啊 對可是就是說能夠 製造的 比較大量的 可能都是中國 所以可能會造成 我們說廣義的啦 就是跟美國比較敵對的穆斯林國家 就以後都不敢買歐美 還有 跟美國結盟的 相關亞洲國家的貨 這當然是極端推論 因為他會怕 那 因為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我買了不是立即 發生作用 兩年之後搞不好發生作用 因為那個遙控引爆 可能那個 PTN就在你的機子裡啊 他是黏在上面啊 對我是說他的效期 他們有效期限 沒有啊就你手機壞為止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我們這個金哈波羅就是太優秀了 因為以前這個 這個BBCo 沒有做到這麼好 所以你大概 你很容易拆裝嘛 那一扒就開啦 那 大概幾天就要充電嘛 那金哈波羅他 把這個離電池封裝 聽說他可以八十幾天不用充電 所以他不是 沒電池拿去充 不是這種 不是 離電池 就跟我們電子計算機一樣 所以他是 他是高科技產品 就是 新一代的 BBCo 不是我們之前在用那種 不是 所以美國的FBI就用他的產品 所以他有一些是軍用了 他有軍規啦 是讓歐洲 美國 他的產品上大部分都是賣歐洲跟美國 那 很多都是警方啦 也有軍方都有 那表示他的品質是一流的啦 這家公司事實上 這個老闆蠻不簡單的啦就是 他就是為了賣給 歐美的軍方警方 所以他一直沒有去大陸投資 他純台灣生產 他的工廠也是在台灣 在台灣 也不是在東協在哪裡 不是 所以才會被抹黑啊 就因為這樣才會被抹黑啊 我說 就才會 台灣才會被抹黑嘛 說 這麼大的製造量 歐洲哪裡可以做 他們想不出來啦 因為有些人對這個生產鏈不熟 這個 可是這批貨只要四五千個啊 我跟你講船戶機啊 也不是大量 船戶機一年的 需求量大概只有2000萬隻 可是製作的公司並不多 你去歐洲你隨便 你找給我看啊 你可能就是要量身訂做才會的 可以做4000隻的 一家工廠 就是 至少匈牙利沒有啊 匈牙利就是沒有啊 你不要以為每個國家都可以啊 東歐有一些什麼捷克啊什麼這些 工業也 火發達 所以這個還在調查中嘛 因為BAC一定會被約談的啦 一定會找出來他到底在哪裡生 對你的貨是哪裡生產的 有人甚至懷疑 是摩薩德自己的公司做的 他們自己也建了一個工廠 對 有可能啊 他們這件事都布局兩年了 就藉由 他在 紙面上做了這個程序 說是BAC 從台灣進口的 他實際上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他實際在他的情報總部裡頭有生產線在做這些事 我不知道在哪裡啦 他有海外單位 那 他實際上是 常常進口裡頭東西啦 然後他可能就 拆裝啊 逆向工程啊 那以以色列的製造能力他一定做得出來啦 就是這樣 所以也有可能是以色列自己做的 對因為以色列也有很高的工業生產能力嘛 對 所以他要做應該也不難嘛 好這件事情另外就是剛才講的就是全球的這個科技產業的生產鏈可能會發生一些 微妙的這個變化 另外這一個 而且這個會外擴 外擴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不是只有傳呼機跟對講機 已經有人在 就大陸就傳出來消息了 說已經有人 把單子做耳麥轉單到大陸 耳麥喔 就是你跟聯網有點關係的 對對對然後有通訊裝置 都有機會嘛 都有機會被炸 那手機呢 對啊 汽車啊現在 電動汽車 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一旦 這種恐慌慢開啦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說台灣一定要做很大的動作 來做澄清啊 好這是台灣的部分喔 不過中東局勢的部分 沙烏地阿勞現在說這個 條件重新開 巴爾斯坦建國前跟以色列是不可能關係正常化的 這是他的立場 可之前不是美國一直在 拉這件事嗎 美國拉這件事 他本來是要跟以色列建交啦 那 可是一直都沒有拍板 他們有簽那個亞伯拉罕協定 那基本上就是說要關係正常化 那那個時候美國撮合了就是那個時候伊朗跟 撒特還沒有和解 所以撒特本來就認為伊朗是對手 所以他跟以色列正常化 是為了對抗伊朗 他可是現在他跟伊朗和解了 所以 已經失去了 對抗伊朗的誘因了 美國不是開了很多條件給他嗎 美國開什麼 美國開的條件都是說我願意賣武器給你啊 等等 那個對他不重要 因為我的 我的假想敵已經跟我和解了 我已經沒有敵人了 我不需要再買武器了 我不需要買那些武器啊 不用這樣 那 當然後來就是以色列加沙戰爭打得太 太過分 讓他作為順利派的老大 你這個時候跟以色列好收不過去了 另外在這個俄物戰爭 最近烏克蘭真的開始使用 這個美國所授權的 飛彈 開始攻擊 俄羅斯的一些武器 軍事基地了 我不知道這個點在哪裡 說是把大量的俄羅斯的這個導彈給炸毀了 對我知道可是是在俄羅斯境內嗎 還是在頓巴斯 我不知道 那 而且他 他也不能違規用 美國的ATA CMS炸 因為美國反對 所以他只能夠用英國那個暴風飲 這個當然有可能 因為暴風飲以前就炸過克里米亞 那 這種導彈的特徵就是他可以 炸破那個防禦牆 所以可以炸雕堡 炸彈藥庫 這本來就是他的主要的功能 對啊 那 我是比較意外 俄羅斯竟然還讓他炸得到 因為照理講他的武器庫 應該都要後側他300公里遠 這樣你就炸不到啦 因為暴風飲大概只有250公里 所以 打算認為他不敢炸吧 沒有 因為暴風飲已經授權了 那這個會影響 後續俄羅斯的 沒有這個沒什麼這個 這個你自己沒有測被人家炸到就是你自己不該啊 因為事實上之前也有被炸到 所以本來金融時報就說 大概在三個月前 俄羅斯就開始測 把他的 軍事的重要資產 都測到300公里之外 那這個為什麼沒有測呢 漏網之魚 不是啊那你要怪自己啊 就這樣 好另外歐盟還要再增加 新的對俄羅斯出口的資產 這個沒有用啦 沒有意義啦 因為俄羅斯戰爭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你說美國總統選完就結束了 我這個都是在做姿態的啦 這個沒有意義啦 因為 只要俄羅斯戰爭一結束 這些就會開始調整 對啊 那印度是打算在最後撈一口 最後撈一筆嗎 當然是啊 就是他連 得罪老大哥的事他都敢幹 因為 他本來賣給 歐洲轉運到烏克蘭的炮彈 本來大概只有300萬美元左右 那突然之間增加到1億 這俄羅斯當然會注意到 你本來只有300多萬就算了啦 因為 那些歐洲國家是早就講好的 就他們要轉移了 所以你印度並不是不知道 這就看出這個國家的品性 就是這個國家就是一個投機取巧的國家 我認為 敢背著 一個長期的 結盟的 我們也不要講結盟啦 長期交好的國家 要背後幹這種事啊 這是不可原諒的 印度什麼事都敢幹不是嗎 你也不要低估俄羅斯什麼事都敢幹 他不會輕輕放過他 當然不會啊 因為他的武器有60%是俄羅斯進口 那你維修你以後就等著看 我就會讓你痛苦 就這樣 好另外這個最近美國在操作的2758 要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的一個前面的鋪陳嗎 這個是假議題啊 假議題 對啊因為 那他在這個時間點操作他 沒有他不是這個時間點 他去年眾議院就通過 台灣國際團結法 那就是這一條 然後來布林肯也公開講 然後AIT理事主席羅森伯格到台灣也開記者會 早就都講過了 那你既然這樣主張你怎麼不去聯合國提案 因為 這個不是你的國內法 這個是聯合國決議 那你如果要真的發揮影響請你去聯合國提案 那最近這個荷蘭跟澳大利亞 國會也通過類似的 這個聲明嘛 那你既然發表聲明你都是內可制 那你為什麼不去改你的外交政策 我跟你講啊你如果要落實這個東西 作為你的外交政策 那他們都要跟中國斷交 因為都違背建交公報啊 有寫到那麼的明確嗎 當然有啊 不然你美國為什麼會有one China policy 你怎麼會有one 你可以把one China policy拿掉啊 對不對 那個 跟中國建交的有哪一個國家 沒有一中政策 只是你會 用你的方法來敘說啦 那你為什麼要寫 表示你不寫 就不會建交嘛 那你如果要玩到2758的決議不包括台灣 那就形同 一中不包括台灣嘛 他這兩件事情在美國的操作裡頭他是希望他 同時存在啊 不是啊對北京來講就同一件事啊 美國不敢嘛 美國不敢這樣做嘛 不然美國為什麼不去改他的建交公報 三公報 然後為什麼不去聯合國提案 所以這種叫做 他就是故意在國際上製造一種 輿論來噁心你啦 你懂我意思 這種叫做噁心啊 就讓你難堪啊 就這樣 可是 你這樣的作為 在國際政治上沒有任何作用 因為他不是國際法 只是你的國內法嘛 那政治人物 垂口說說 那反正你拜登政府搞不好就要下台了 那你布林肯就不見了 那下一個國務卿不一定會這樣說啊 就這個並沒有成為政府的政策 我們要講的是政府的政策 比如說你國務院 你從此就跟中國講說 One China這個詞我不要用 那中國就準備跟你斷交嘛 結果就是這樣嘛 那表示你沒有 那你就做這種動作 明明明明顯是違反One China 然後中國一定會抗議啊 那中國抗議你不聽啊 這就是一個循環啊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 你台灣玩這種遊戲 是讓你不會有任何結果嘛 那你就是 去激怒北京嘛 所以北京一定會做動作嘛 那北京已經在做動作啦 他在最近的雙邊聲明 多邊聲明 他就試圖去擴大一中的含義嘛 他就會盡量去鼓吹你說 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寫進來 之類的 比如說 最近中非合作論壇 就有好幾個非洲國家就 來背書嘛 那 還有他可能會 對台灣做制裁嘛 所以我們就看到 那個 那個 龍魚業產品34項 關稅優惠被取消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搞不好還會 搞不好最倒楣的變成林佳龍啊 他就變成斷交部長 因為有幾個地方本來就是 岌岌可回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搞這個我不知道你是在高興什麼 這個讓人家理解就是 他事實上是在做大內宣 他準備鬥爭 國民黨啊 中共同路人啊 國台辦指示啊 就是 充滿了這種思慮啦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國際政治啊 外交上的鬥爭 那你應該去請 荷蘭澳大利亞 跟美國在聯合國提案 然後也請你 叫我們現在僅有的12個友方 都去提案嘛對不對 這才是完真的嘛 可是 你也知道不會過嘛 因為搞不好在 武昌就被中國否決掉了 是一定會被否決掉了 是啊 對啊 而且這個 涉及兩岸定位 在 聯合國一定是重大議案 三分之二 根本不可能過嘛 你自己到聯合國大會 作為一般提案要表決 那 也不太可能啊 不太可能只是 一個聲明 那不涉及 對那個 2758號決議的顛覆 只是一個聲明 到聯合國 我認為連秘書處都不會幫你排案 不過這件事情 就算是民進黨政府的一個大內宣但是還是美國 我把這個議題調起來 對啊 是啊 所以北京的反制的 針對的對象 應該要是美國 沒有 北京不理會美國 不理他 因為他知道他玩假的 中國如果針對美國的假議題都陪著玩喔 那每天都很麻嘛 累死了 哥哥最近那個反中州 就是反中國州啦 那一個禮拜就通過25個議案了 你都要面對啊 不可能嘛 所以 北京當然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嘛 他只會面對真的啦 那民進黨政府這也是假的啊 民進黨 民進黨本來 民進黨大部分都假的啊 民進黨搞台獨也是假的啊 那所以他是為了國內的政治利益嘛 可是北京不會讓你得逞嘛 所以他會在外部懲罰你嘛 即便知道你是假的我還是會處罰你 當然是啊 因為他處罰的了 台灣 他沒有必要去跟美國玩這個嘛 他對美國就是 你玩真的我就對你玩真的嘛 就是這樣嘛 比如說你又 制裁了比如說電動車 要加稅加100% 這個就是真的嘛 太陽能產品加到50% 這是完真的嘛 連半導體都要加到50% 這個就是完真的 那 中國相對美國就要 抓幾個東西來刻針嘛 這個就是真的嘛 那像這種叫做嘴炮嘛 我幹嘛陪你玩 那我也知道你要幹嘛 就表示說我沒有拋棄台灣啊等等 那台灣的執政黨笨啊陪你玩啊有什麼辦法 對就要打打 小弟了 那另外這一個 美國在菲律賓的這個太風飛彈的發射系統 之前一度傳出要撤 結果現在 不是 本來就是講9月15號之後要撤 對 結果他現在不撤 是 那 不撤 我覺得 原因應該就是中非關係惡化 所以美國也要做態 說菲律賓你不要怕 我沒有要走 那可是會不會永久放也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這裡沒有航母 所以總要 有一點安心措施吧 就讓菲律賓安心的 對對對所以 9月15之後本來就要撤 那所以因為航母 還回不來啊 所以撐到航母回來之前他可能都會在 我相信是這樣 所以也不見得是永久要放在這裡 我覺得美國的主要目標 是包括菲律賓跟日本 他未來還會去日本放 那日本現在陷入苦惱之中 到底要不要給他放 對對對 因為 你自己做出來自己架設 跟讓美國放這個意義完全不同 那日本人寧可自己做 因為按鈕在誰手上就差很多了 而且不只這樣 而且你變成美國的旗子 這有地緣政治 的意義 你 你自甘變成美國的旗子 這個完全不一樣比如說我們台灣 如果自己做出中程飛彈 那大陸也不能怎樣 比如說我們也有在做 可是你如果讓美國進來佈置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會非常嚴重 可是日本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美國的駐軍了 沒有中程飛彈 就缺這一項 缺很多項 北京 非常清楚 分得很清楚 哪些項不可以進來 就是這樣 哪些是紅線 他畫得清清楚楚 當然知道啦 我來看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第二次 又被暗殺了 那這一次的這一個 殺手這個槍手啊 是一個蠻激進的 這個 左翼分子 對烏克蘭對台灣 的議題是非常 激進派 他有去烏克蘭參軍啊 被拒絕 被拒絕 那他要幫台灣組外籍軍團啊 就是隨便聽聽啊 那個美國的左翼右翼瘋子很多啦 你就姑且聽聽啊 就是這樣 他連去 烏克蘭要當志願軍都被拒絕啊 所以你也知道烏克蘭也不是傻子啊 知道誰才能是真正能夠衝軍啊 我們台灣原住民也有去衝軍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的被接受他沒被接受 所以他的 可能有很多奇怪的狀況 當然是啊 搞不好你是心智狀況有問題啊 誰知道啦 認知上面 思覺上面有點狀況 不過這個代表美國總統選舉現在又進入一個非常 這個 短兵相接 拉鋸的狀態 這個事件美國人的討論不是這樣討論 他討論的是 因為美國的槍支有4億支嘛 比人口還多 那現在已經進入了 政治暗殺時代 就美國人擔心的是這個 就是會有第二次就會有第3次會有第4次 川普能不能夠撐到11月5號 投票那天 都有變數 而且我坦白講值得討論的是 秘情局為什麼又 又發生了疏失 對為什麼 為什麼 對 我認為 一定有很多秘情局的人 就是非常討厭川普 就是 讓這樣的事情有機會發生 對 所以講白了就是 已經把政治帶進了應該中立的單位 就說 因為川普已經擺明了他如果當選 他就要 整頓司法部 還有FBI 那秘情局搞不好也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我當然不希望你當選 所以我的意思說連這個都被政治化 不然我難以想像喔 像美國這樣進步的國家 會一再發生這種事 這可能性是 低的 不然為什麼賀吉利從來沒有 對不對 他是現任副總統規格不同 不是 規格一樣 現在一樣 競選期間就一樣了 他上次發生之後就跟規格一樣 就候選人規格都一樣 就是表示賀吉利的時候秘情局是真正在 真正在操演 那如果他認真起來的時候 該每個點位的舉舉手 一隻蒼蠅都飛不進來 都飛不進來 真的是這樣 那這個居然這麼大的一個人 還有一把槍 普京 習近平 像這些大國啊 你說他的 秘情單位會出事都難以想像的 對不對 中國大陸 習近平去過多少國家 難道當地都沒有不喜歡他的人 而且現在全世界反中的氣氛那麼 濃厚 為什麼他都沒事 這個表示這個還是有一定的專業 如果真的執行起來 真的要靠近是很難的啦 所以我就認為 這個就是 這個我第一個感覺我就覺得 那個秘情單位出了問題 不是他不行 他們不喜歡川普 就這樣 可是如果美國的一些這個大家認為說政治力沒有辦法影響的一些 組織系統都發生這種崩壞的話 那 未來不管是誰當選總統 可能都對美國來講那個內戰 的號角聲 就會有可能會想 所以美國人是不是這樣在討論問題啊 就是說未來可能就會進入政治暴力時代 那很多人就會相信 我也不可能說服你嘛 那就把你幹掉 所以就是到處會出現暗殺 對 美國人就是這樣討論 而且美國人 能夠拿到 比較先進的步槍 而且可以連發 那實在太容易了 武器取得又這麼容易 殺傷力也很強 而且 各地充滿高手 你防不勝防 對 除非你都不出門 當然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淵淵相報啦 可是也沒有解 這個就好像美國的槍支管制一樣 到現在也沒解啊 那即使民主黨說他要管制 到最後也都不夠力啊 不是嗎 可能等選完吧 選完他就不會做了 還得來面對這個問題啊 只要你不要來殺我他就不會做了 我會被保護得很好就沒關係就是了 我認為他們不會做了 所以這個國家基本上已經沒救了 就是要打一場 就是要有極大的政治衝突啦 那發生 很大的政治事件 那你才有那個痛定失痛 做大改革的機會這樣 那目前選情呢 無法預測 已經到了完全無法預測的程度 對 尤其是 現在以色列要出總包 這個對 執政者是不利的 然後紅軍城已經快淪陷了 這個對烏克蘭不利也是對拜登不利 所以有這麼多對民主黨不利的因素但是現在這個川普看起來選情也是這個萎靡不正 所以這兩邊的 這一個 結果 到底是怎麼樣現在真的 川普最近有好一點 有好一點嗎 那 賀錦麗因為後來又接受了 一些訪問 然後他的空洞 乏味 也開始出來了 所以 TELA SWIFT的那個短暫旋風也逐漸消失 因為那個大概增加了33萬年輕人 去登記選 你罵 可是這個意義不大 因為他們也不一定會投票 那就是 那川普也大概知道不能只用罵的 開始調整 對 所以 真的很難講 所以目前兩邊這個 呈現膠著勢均力 對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阿楊大帥的分析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再見 大家好 我是平秀琳 大家好 我是 財政員 大家好 我是賴岳謙 大家好 我是郭震亮 大大拼拼你100級囉 大大拼拼你 已經要100級囉 大大拼拼你100級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製作100級囉 為了回饋頻道忠實粉絲 凡是加入 五二言論自由捍衛者 以及 五二新聞 沒有你不行的會員 就可以獲得 製作單位準備的 精美小禮物 再一次的感謝 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謝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謝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能持续成长与进步 未来我们将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和你们一起迈向下一个100集